下午5点,蓝企业正式官宣 恭喜郭伟伦成蓝蓝第一人 球迷沸腾 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欢迎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蓝蓝最新情况 目前中国队正在征战11赛第六国创武器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场比赛 最终呢,是大比分的击位了哈萨克斯坦队 通过整体来看 虽然说取胜 但是过程并不是很轻松 自从乔尔杰威奇上任之后呢 他也是大胆请用年龄选属 本次一个16年大名单呢 也是有很多第一次入选官的选属 我们希望呢 乔尔杰威奇能够尽快的完成新楼 GOT带领中国队在随后的世界杯中 抢一张奥运会的门票吧 因为目前来看 中国蓝蓝在上一次无缘奥运会之后呢 让球迷啊也是耿耿一回 这次的比赛我们请来了世界名帅 期待他能够带领全新的中国队 再一次的进入奥运会 这是所以喜欢中国蓝球迷一个共同愿望吧 随着比赛称呼 中国队将会迎来第二个队数 伊朗队 目前啊球队的绝对核心 郭越伦和周琪状态不错 他们也是有机会能够带领球队 争取输货两连胜 就在此前作为蓝鞋来说 也是正式的官宣的一件喜训 具体什么情况呢 就是蓝鞋正式官宣 郭越伦当选全明星的比区票房 这对于郭越伦来说 确实是一个火消息 也是让郭越伦成为中国蓝第一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蓝续票房是易建连 易建连这次没有入选国家队 而郭越伦呢 是成功的入选国家队 帮助球队在比赛中啊 击败对手 通过目前来看 翘尔街为其非常信任郭越伦 此前也是有媒体爆料 翘尔街为其希望能够让郭越伦担任队长 但是郭越伦因为个人放弃了 本次一个队长制止 我们希望呢 郭越伦当选全明星票王之后呢 能够带领中国蓝鞋 在随后的比赛中取得获得成绩 对于中国队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呢 郭越伦能够放弃心态 争取拿出百分之百一个水平 带领中国队呢 取得获得成绩 让我们一起为郭越伦加油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